职业运动员的货架 历来都是媒体和网友关注的焦点 可相比普通人 运动员结一次货真不容易 不是这事就是那事给耽误了 而且这些事都是大事 对于张成龙这名奥运冠军 怕是很多球迷都很陌生 他曾经在2012年伦多奥运会上 获得蓝团金牌 还曾在全国赛和市井赛获得多枚金牌 即使在圈外不算主流 客戴圈内是知名人物 可就是这么一个奥运冠军 婚礼是一拖再拖 其实张成龙和赵紫燕压根 就是老夫老妻 愿在2015年 张成龙与紫燕就已订婚 而更重要的是 两人已经在2017年1月 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如今女儿已经是一岁半 可即便女儿已经是一岁半 两人的婚礼还是一直拖到现在 据说原定婚礼计划是在昨天 也就是7月29日 但是没有相关报道 也不知道这婚礼摆了没 一直拖到现在 那是有原因的 在2015年11月领政结婚 可当时忙着备训 2016年领月奥运会 别说婚礼顾不上 连领政都差点顾不上 张成龙连领政都要请假 特意从北京改保山东 到了2016年 在领月奥运会之后 中国体操成绩惨淡 金银排零媒 仅仅男女团获得了两枚铜牌 就对这样的成绩 是问那名职业运动员 赶顶峰作案大半研习 再说了 张成龙本人也很不开心 于是婚礼又说下去了 有事情要么可以理解 但是 先有孩子后结婚 毕竟不太符合中国传统 可是以致辞 也只能是祝福他们白头到老了